! 你好! 觀眾朋友!我是誰! 我是可愛的妹妹 你聽說邀請了一個非常重量級的來賓 對 超正 超抵 你每個都正 他到底是 他真的無敵 他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我觉得你那个最崇拜应该要拿掉 因为下次就说这个是独一无二 哦他说我独一无二 确定哦不然下次有一个 你又不知道怎么讲台词哦 因为他完全看不出来他的年纪 他看起来就跟我一样差不多27 28岁 可是实际你真的看到他本人就知道了 好所以他是谁 我们要欢迎他吗 好欢迎我们宝贝 哇初心灵啦 哈喽 哇真的很重要集耶 是不是 不是 你看得出来他试试啊 我看不出来 哇真的很打开 我可以邀请他来 可是我的宝贝耶 拜托 你每个都宝贝 来倒带是不是每一集都宝贝 欢迎我的宝贝 欢迎欢迎 欢迎我的宝贝 宝贝 因为现在很多都在乔整妇嘛 很多都说长短脚 你知道长短脚吗 知道啊 长短脚啊 大小眼 大小奶 不要当那么快 大小奶太糟了吗 大小奶太糟了 大小奶太糟了 找我 对 找他 找他 你的想法长短脚是什么 长短脚就是可能长期姿势不良吧 就我们南部很多那种三七步 帅 南部人 站久就是要走秀也是这样走 没有啦就是会变成长短脚的问题 对 很多人在说去瞧长短脚 它不是真的长短脚 它是功能性长短脚 也就是肌肉拉扯的长短脚 真的长短脚是比如说他健身下来 或是因为车祸 或是种种外力的造成 他骨骼变形或变短 那是没有办法 那一定要医生帮你处理 所以我今天要破解这样的迷思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舒缓肌肉群 就可以达到 让两只脚平衡 哦 在下都可以做 这是第一个 等一下要教大家的长短脚这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不允许他的体态 比如说刚刚生产完 没有刚 已经十五岁了 对 对对对对 生产完 可是我要讲 如果生产的时候 那个黄金期是那一年 所以如果说 像妈妈们 他们如果要备孕之前 最好先运动一下 他收缩会更好 那最后 你平常 应该是说 你有没有之前给人家敲过的经验 有耶 我从国中就开始有被 为什么 因为我国中二年级就是 同学二作剧帮我操椅子 结果我就这样腾空坐下去 然后就屁股就很痛 真的危险耶 真的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 以前真的不懂 真的不要 我跟大家讲 这是真的 因为这边有一个叫做尾椎的地方 那我们屁股坐椅子的时候 都在坐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椅子抽掉直接撞下去 各位他会凹进去的 这凹进去现在目前是没有办法搬出来的 这边坐骨如果受伤 其实会影响到生殖系统 所以小朋友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可以做这种事好吗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这样子 可是你还能讲啊 因为小朋友说天真无邪 你怎么讲 我先把他搬下去 大家先了解一下 你今天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会乖乖的 我有偏头痛的问题 然后我常去按摩 他就说因为我的颈尖太僵硬 然后还有脖子这个颈椎的关系 所以才会影响到偏头痛 然后他加上我驼背很严重 他说我会讲 讲到最后讲了一个小时 然后还有我的腰也是太凹进去 应该是说他就是前倾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救一下 好 你有没有看到他站的时候 他的腰腰线这个地方 整个凹进去 对啊 正常会再坐过来一点点 我觉得他身体很好看 可是会有一件事情 他后面翘了他前面肚子就大了 对 所以你们要把它选择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中间指 我们要怎么去测有没有前倾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来站这边 背靠墙 屁股要头靠墙 一个手掌切到你的腰部 你会不会觉得前后是空的 好恐怖 现在超空的 你再帮我插两只手看可不可以叠着他 就会比较密的 还是还是空 叠着还是可以滑动 如果叠着还能滑动 就代表说他真的玩太多了 正常是一根手掌 这东西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因为 他的肌纳力不足 有些地方太紧 而导致他变这样 怎么瞧怎么推 他可以让他维持一下下 但是还是要练起来 反正他会掉 你现在有没有哪里酸 就是很酸痛吗 还是还好 现在腰比较酸 几层酸 10层最不舒服 7层 那我们等下看看能不能舒缓一些 开窍 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一块 这两块 如果视觉创话 这边会稍微多一点点 下面这边 嗯 一点点 好吧 但是我们就先看看 好吧 大概90点 3738 哇他穿这么厚的裤子 那我们量完了 我们就准备开窍 嗯 好 走 我跟你说 他说他驼背其实还好 他只是太直 对太直 这不好吗 太直也不好 因为脖子是有个曲度 他太直会僵在这一块 那肩颈这边现在是几层不舒服 肩颈三层 三层 那我们看看可不可以笑掉 那我们先看一下腰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直接来吧 我们先讲第一个 长短脚破解 他不是真的长短脚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视觉上这样拉起来 是不是有差 我刚刚说了他这个不是真的骨头的问题 有骨头问题请找医生 这东西是拉太紧 你摸这边的臀部 来你现在摸这边跟摸对侧 哪边比较软哪边比较硬 摸不出来 好 那拉拉麻烦你自己摸一下 这个比较硬 对 这边会比较酸 这一段 如果压到这一段的侧边 他会比较相对的软一些 感觉没有那么强 所以这边太紧了 他臀部太紧的时候 他的脚就会被一直被抽着 如果是这样把他的臀大 臀中 还有狸撞肌 这些地方松掉 基本上他就会有一些变化了 就按一下会有点酸 可接受吗 可以 酸吗 酸 那这按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不用到很大力 顺顺的推开就好 好 我现在不是简单按一下这个地方吗 还有一个地方 他也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紧 左侧的肌肉 前侧 骨枝肌那个地方 你先自己摸摸看 这两边 是不是这边比较硬 嗯 所以我刚刚所说的事情是肌肉拉住的 那我现在把这边肌肉再松一下 超酸的 嗯 这边真的很酸 不要这样 这是什么笑声 对呀 还是什么酸 笑声 笑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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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我现在是没有玩很多视线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笑声要把他开头了 你点到他笑声 我现在只有滚几一下嘛 对吧 嗯 你再摸摸看 欸?比較平耶 對吧? 我沒有花很長的時間 我現在再麻煩拉拉你幫我趴著 來看一看 是不是回來了? 你來這邊看一下 所以各位不要再被長短腳給騙 如果今天他真的太緊繃 鬆掉就好 好那這邊既然平均了 他的腰相對因為剛不是說七層酸嗎? 來感覺一下這邊酸不酸? 嗯酸 來上面這邊更明顯 嗯 左邊這邊會比較淡 你自己摸摸看這兩邊 反正這邊比較通耶 那我們就先把他的腰處理一下 好 好不好 OK可以 好 其實他的笑聲也會越大 來借我一下脖子 我們往左邊轉 轉到這邊的視角是輕鬆的對吧? 來我這邊再轉到這邊 你要看這邊更順 嗯 好 好 不掉這輕輕的而已 不掉 我們直接轉左半邊 是不是下去了? 嗯 所以他會更輕 應該會說更柔順 不會那麼緊繃 這邊再來吃啊 哦 他腰部好長喔 剛剛這樣先弄完之後 現在的腰有沒有在更進步? 有比較輕耶 是不是 比較鬆 嗯 你一半以上了吧 有 所以酸的這部分我們先搞定了對吧 嗯 那筋緊的部分 剛剛三層嘛 有點緊 現在感覺 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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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試試看 你現在再幫我做噴浪的動作 沒有 哈哈哈哈 很認真 我發現他是最認真去感受的 對 有啊 好很多 對吧 所以你看我說五下嘛 嗯 因為現在都要低頭大概工作等等的 滑手機啊 你只要適當的去說啊 他就會差 所以你看喔 剛剛肩頸的緊繃 腰也處理 至少一半以上 最後要幹嘛? 看外觀 我們先試一個東西 你幫我靠槍 你先一隻手掌進去 另外一根手掌再進去 有沒有比較兩隻手掌可以密合? 嗯 現在就是兩隻手掌 剛剛好 進去是密的 再來就是臀 來幫我拉一下 哦 還不錯耶 現在92.5 92.5 少1.2公分 對 OK好 我們剛剛量完了嘛 嗯 你看他的外觀 你會發現不一樣 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腰沒那麼彎進去有沒有 你看喔 我給各位看 他的身高為什麼會影響 借我一下不好意思 如果這樣過彎 你會發現他身高就會整個降下去 嗯 如果稍微再拉回來一點 他身高再把它再往上提一點點 有很多會影響身高的問題 不管側彎也好 他的那個曲線 比如說往前或往後 都會影響 嗯 OK 搞定了 搞定了 我就在叫 所以我們剛剛的目的都完成了 嗯 第一個脖子 第二個腰的酸度 我覺得你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真的嗎? 請說 太難預約 哦 這樣我要常常來 然後不能什麼一兩個月來一次 欸你那麼難約 我要怎麼拯救我的這個腰肩盤 跟我的那個頸椎 我們現在其實有把那個系統規劃好 所以其實基本上都是約得到的 好不好 所以沒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我約 好 搞咪咪約 好 那其他都可以了 嗯 都好 好 感謝 真的謝謝LALA 謝謝 謝謝你 然後這邊IG嘛 對 還有他的Facebook 記得追蹤起來 謝謝咪咪 謝謝 那就這樣囉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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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